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常常很多上班族 一整天工作下来 你会发现 久坐一天 腰痠背痛 而且坐着坐着 坐越久了 全身各式各样的小毛病 就做出来的 你知道吗 真的久坐久站 有的时候是慢性自杀 而且呢 这个很多生活上的习惯 知识上的习惯 一旦成型之后 身体里头 某些这个脊椎 关节 肌肉 神经 都可能受到伤害 那到底有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调养身体呢 待会这集的健康好生活 大家一一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 好健康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 刘伯仁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骨科医生 好朋友 陈怡芝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脑脊髓的 神经外科医生 好朋友 林恩元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吴定中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艺人好朋友 知语姐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师傅 大家好 先问一下刘医师 上班族必不得已 只好久坐 那现代人很多人 这个每天下了班 回家看电视 赖在沙发上 在久坐一个晚上 然后在床上躺着睡觉 久坐久坐坐久了 真的形同慢性自杀 没错 其实你在十年前 我没有听过久坐这个名词 但是最近两三年 仔细看那个 所有世界各国的一个论文 很多他们在公共会学者 就谈这个久坐 跟很多慢性疾病有关 其实最大的一个研究 是在去年 他们在美国发表了一个 针对二十一万人 他们做一个研究发现 久坐确实会增加 不是光心脏病 中风 失智也会增加 一些cancer 像大胺治疮癌 或者是我们乳癌 这机位都会增加 我们看看为什么 所以现在有人讲说 久坐不动得慢性自杀 我们常在这节目 常提这个事情 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在讲 这个全世界各这个 工会学在讲的事情 你坐在那地方 几乎你神就往前寝的时候 因为我们脊椎 我们身的关节 韧带 我的肌膜 全部都不动 不动之后来讲的话 这个身没有去动他之后 他没有这个润滑 之后慢慢就会沾连 所以很多的颈部 背部开始会出问题 当然我们久坐来讲 你不可能像我们 随时会注意到 这个收下额 然后这个胶杆挺直 那很容易就往前寝 这时候我们在脊椎中间 因为往前压力之后 碎天盘 这个可能受压迫 突出 骨色会长出来 另外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久坐之后 我们这个所谨脉 我们整个这个 静脉系统完全会怎么样 就是扩张 我们骨盆腔的 静脉循环会出问题 这时候会造成怎么样 我们这大肠职场 里边充血 我们痔瘡会容易长出来 甚至我们在很多的 代血出状况 那还有我们所谓的肌肉 因为你没法动 所以肌肉没法动的时候 开始有点萎缩的现象 我们骨质因为没有去踩踏 也开始会增加 输松的机会 最麻烦的是 因为我们在这些 久坐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身体的细胞 是处于一个发炎状态 什么叫发炎呢 发炎之后 我们会产生很多的细胞激素 激素来讲 对我们一些正常的细胞的分裂 刺激反而会产生一个 肿瘤的问题 当然我们讲说 这个昏沉大脑或失智 或者说我们心脏病的问题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像久坐不动 慢性自杀 这个不是说是很夸张的事情 是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还有研究发现 你久坐一个小时的话 一个小时 下来抽两到三根的烟 这个状况 所以要注意一下 不过我们要有一个案例是这样 大概在这个是两年前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 这个阿兵刚退伍 退伍来讲 还没找到工作 没找到工作 那时候还是到网咖去 那网咖来讲 你知道他就是一天就抽着烟 网咖就玩电动 玩电动 其实你看 我发现他网咖里面提供的 大概就是不外乎可乐 就是饮料 你就叫炸鸡 就这样子 然后就叼了烟 一直玩手机 玩那个网咖的电玩 大概后来 距离他里面的一个业主 想说他看到这个年轻人 玩到第三天 他真的没回去 我还真佩服他玩到第三天 然后就投降往后仰 往后仰之后 他说这可能是少年 如果没在一起睡 然后就是一玩 然后快来 这个玩了一个小时都不动 过去摇他 整个人是黑的 那时候赶快通知要求来 后来送到医院 其实欧卡 就是说到院前是死亡 后来他们在做这个 就是所谓在解剖 发现实际上这个小朋友 那个年轻人 肺酸塞 因为他坐在那边都一直不动 不动来讲 又不喝水 他整个静脉来讲 回流会出问题 那静脉里面会形成血酸 那血酸 血酸会寄在我们这个 所谓的 这些腿部的一个静脉 所以他会往上面跑 跑到哪边去 跑到我们这个肺里面去 当我们肺塞了一些血酸的时候 你呼吸啊 你的气体是没办法交换的 就突然就造成猝死 所以我听大家就说 其实久坐来讲 是一个慢性自杀 但是呢 如果你短时间一直久坐 饮食不对 少喝水 也是一个急性自杀 那问一下吴老师 而且你们临床上看到的 很多都是知识不良的问题吗 那知识不良 长期的累积伤害就很大 对 那个我们这个 这个脊椎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构 一个结构 那他从侧面来看 腰椎其实是前凸的 那我们的胸椎 他有十二节 十二节 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厚凸 就是驼背 但是到了颈椎 他就是又是前凸的 所以这个腰椎的问题 或者是颈椎的问题 以前看起来是年纪大了退化 现在呢 以现在来讲 其实很多年轻人 我曾经在在台湾红总的时候 看到最小的年纪是十二岁 十二岁就椎间盘破掉了 他整天坐在 坐在这个电脑前面 做线上游戏 这打打 这个没日没夜的打线上游戏 结果呢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两个都椎间盘破掉 刚开始还以为是腰痛 后来呢 整个脚麻了 完全不能动 去看已经破掉了 所以你看 这个正常 正常我们这个脊椎呢 他其实是一个S型 那因为腰椎 腰椎本身就比较大 腰椎本身比较大 到了胸椎以后呢 他的这个 这个胸椎的骨头 这个椎体 大概只剩下一半 再往上呢 这个颈椎呢 他大概是我们拇指那么大 拇指那么大 他的骨头只剩下拇指那么大 那所以呢 当我们在坐的 坐在沙发 非常很舒服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其实会改变什么 改变我们这个椎间盘 骨头和骨头之间的压力 这个前面的压力也变得比较大 所以这个椎间盘就被挤到后面去了 所以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姿势 有时候我们应该要很小心 他可能就是导致我们脊椎问题的一个 一个元凶 就是我们这个姿势 所以呢 那吴老师 市面上外面很舒服的沙发 都是这样子斜躺的 对对对对 而且越贵的越软 然后越好躺 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改变我们 脊椎整个压力的一个 这个根本的原因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只有31岁 刚刚讲说12岁 对不对 现在那个这个31岁 这个这个病人呢 其实他这个这个椎间盘已经破掉了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第五节 对 这个腰椎第五节这个地方 他我们画起来 那个地方看起来很明显 他就往后跑了 其实他是已经开过刀的 这个节 这节最坚盘已经开过刀 这节哪多少钱 13万 当初那个 孙健外科医师跟他说 这个13万的跟9万的 你要选哪一个 他就选比较好的 觉得选好一点 这个13万 这个用不到一年 用了11个月 他来的时候呢 其实两个脚都麻的 然后呢 大小便其实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才31岁 31岁 他希望说我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突出的把他推回去 其实是很困难 因为他这个椎间盘 其实在手术的时候 他把他塞进去 他希望上下节的骨头长进去 这样子才比较稳固 结果呢 他还没有长好 他想说这下脱洞 这怎么做 他就不会跑掉 结果他还是一样 他是一个一个工程师 长期坐在电脑前面 就弯腰头 被这样做 结果呢 在骨头还没有长得很稳固 就把他挤出去了 就把他挤出去了 所以他 他这个人工椎间盘 整个向后滑脱 去压迫到 压迫到后面的什么 后面的这个马尾素 最重要的是 他压到马尾素 影响他的大小便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马尾素 其实我们这个脊椎神经 有我们从大脑这个地方 这个连上去是大脑 大脑呢 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他连下来呢 这个叫脊髓 脊髓呢 一直连连连到腰椎 到胸椎十二节 腰椎第一节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他就变成整一束的神经 我们呢 这个叫马尾素 马尾素就整个在椎孔里面 我们的脊椎神经 颈椎有八对 八对的脊椎 专门在肢 管我们的头颈部 跟我们的上肢 那胸椎呢 有十二 十二条脊椎神经 他管我们的这个身体 从我们脖子以下到 到这个骨盆这个地方 再往下呢 腰椎有五对 他是管我们的脚 下肢 那脊椎呢 管我们的大腿 后面还有我们的 这些泌尿器官 或者这个直肠 膀胱 所以当我们这些神经 这些神经如果受到压迫的时候 很严重 比如说他影响大小便 那个就可能要找我们 神经外科做手术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手术是最不得已的一个选项 那不是说手术完以后 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还是要回归到 我们的正常的一个知识保养 对 就术后的保养 跟知识的维护很重要 不然就会像你刚刚讲的 做了一个这一个手术之后 结果没有想到他的人工的这一个 椎间盘还是往后滑脱 还是往后还是坏了嘛 是 那就13万也都摆做了 又要再换一个 哎呀 那还是好好养生比较重要 那接下来之佑姐姐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你看我赶快把脚放下来 因为医生都说不可以跳脚 没有这些症状吗 我很严重 其实我有一阵子 那个腰椎我有去检查 不知道是第五还是第六 我忘了 哪里 反正四五六的其中一节是有压迫了 然后医生就是说就是叫我 我的腰椎是真的出状况 叫但是他后来还发现我什么 我是颈椎也出状况 所以我现在是腰椎也有问题 然后颈椎也有问题 然后就是要维持正常知识 那医生有叫你要去牵领或其他复健 或者电疗热疗什么的吗 我都有做 而且我甚至于家里还买了远红外线灯 因为已经酸到你不躺 你没有办法 很难那么睡 然后他们只跟我讲了一句 就是年纪越大就越严重 我跟你讲 我是很看好台湾的复健科跟物理治疗 真的 我们好需要他们 照吴老师刚刚讲 他已经开始 看13岁的病人 那照现在山西的发展 这种病人可能要看你背景 很可怕 好 只有姐姐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比较抗发炎的 这个颜举五色烧鲑鱼 鲑鱼 对 那因为我的鲑鱼我是没有 我没有腌 我就是单纯把它擦干之后 拍一点面粉 然后锅子下一点油 然后我们就把它干煎 那我们刚刚只有姐姐稍微 裹上一点点干的面粉 干的面粉 让这个鱼块待会比较成型 对 因为我觉得鲑鱼 你稍微这样干煎 它会比较香 因为它鱼油也很丰富 对 那今天因为要做的是盐菊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盐菊 这个有一阵子网路上也很红 这个是日式的盐菊 对 因为我印象中 我就去超级市场 我就看到盐菊 我就很好奇就马上买回来 然后发现它煮那个蔬菜 特别好吃 所以我到后来我就把它代替 我有时候清炒蔬菜的盐巴 好 那如果有盐菊的 可以跟着做这一道 如果没有用盐巴也可以 盐巴也行 只是比较没有那么回甘 然后这个 我们给它干煎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锅 其实这个料理我平常在家 还蛮常做的 因为很方便 所以我们要来爆炒一下香料 翘脚其实它是 它是改变了我们的腰椎的位置 对 往后移的时候 就有可能去压迫到后面的神经 筋骨 包括讲韧带 骨头 还有筋膜 软磷子不要小看它 软磷子其实它对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再生 是很有帮助的 你知道国外他们有些研究 甚至说用软磷子来补充 来改善这个神经退化 包括老年的失智症 我刚刚有弄了一点蛋皮 因为我没有放肉 我们的一个营养的肉只有鱼 那我原则上我都只有用蒜头 蒜头爆香 所以这个也是家常菜 然后也可以做便当菜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家里 如果两个人的时候也很方便 对 小家庭也非常适合做 对 你就不用说很多菜 在煮很多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鲑鱼也是家庭主妇 职业妇女非常喜欢的食材 因为你买的白冷冻 那随时要用拿出来解冻就好了 好 然后我们把蒸给恰恰来翻面 要给它蒸给恰恰 我现在是洗完澡 在床上要睡觉的时候 我会拉筋 因为我发现我不拉筋 我没办法躺下去好好睡觉 为什么 因为平躺或者躺下去 都没有办法放松 因为你躺下去 你整个身体就开始酸 然后就像我如果录影翘脚 我就有腰部又一个点 就特别酸 然后我就像虫子在那里 滚来滚去滚来滚去 然后我老公 我就说快点快点 你赶快洗完澡出来 帮我吹一下腿 帮我压一下腰 我老公说 你是做了什么大事 你什么事都没做 不是录影都做着吗 对 我后来想想好像 我也没做什么大事 录影都是做着 对 所以这个可能有的时候 这个肩膀适度的伸展 好像会稍微让某一些姿势不良 或者容易筋膜紧绷的人 可以容易舒缓一点 对不对 对 尤其是翘脚 翘脚其实它是 它是改变了我们的腰椎的位置 对 比如说你翘右脚 把右脚翘脚你看 这个时候你的脊椎 其实可能产生一个侧弯 那侧弯的时候 这个椎间盘 譬如说我现在侧右边 侧大一点 右边的压力大 所以椎间盘就挤到左边去 而且骨盆腔也会歪掉 对 骨盆也会产生侧弯 所以就变成腰椎跟骨盆会一直歪 对 都会产生一个不对称 然后最主要是 我们的椎间盘的压力改变 它会产生移动 会往前移或往后移 尤其是往后移 因为我们的神经 我们的神经都在后面 对 所以当这个椎间盘 往后移的时候 就有可能去压迫到后面的神经 所以你翘脚是不好的习惯 对 可是很多上班族真的 久坐又翘脚 所以姿势真的要调整 那这姐姐现在放的是牛番茄 对 因为我刚刚把蒜头爆香之后 就炒一下牛番茄 然后放一点香菇 因为我觉得香菇有多糖体 是比较好吃的 然后现在很简单 家里妈妈一定有高丽菜 好 大量的高丽菜 就放一点高丽菜 好 那拌炒高丽菜的同时 再请教一下陈医师 类似林芝佑这种婆婆妈妈 如果腰痠背痛 最常想的就是去推拿 按摩 整骨 这个一个不小心可能会整出毛病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整骨的概念 应该要这样讲 就是我 病人常问我说可不可以去推拿 可不可以整脊 整骨 我说OK 你可以 但是要几个状况要特别小心 我举个例子 我们以前还在医学中心的时候 比较多会有所谓的骨肿瘤的病人 我们曾经就有个case是9岁的小男生 然后因为家里的就一席弯就是 哪里酸痛就带去给师傅瞧一瞧这样子 我当然没有对师傅不敬的意思 就是我觉得你真的不舒服 你可以找师傅瞧 但是你要注意你可能忽略一些状况 因为这小朋友他痛 而且痛得越来越严重 他连半夜都会喊痛 然后家长就是一直觉得说 可能就是白天太疲了 然后玩过头 所以受伤了 所以带去给师傅瞧 后来一直到不对 一直到后来 前前后偷了半年之后 他们觉得小朋友的膝盖越来越肿 怎么推都没有用 然后去地方诊所照一时光 是一个肿瘤 骨头肿瘤 对 他不会想说 骨头会长肿瘤 而且才9岁 9岁而已 对 然后后来就是 被转到我们台北的这种医学中心 对 那我觉得最可惜 就是他被拖延了一段时间了 也许他在刚开始觉得他痛 而且甚至到半夜 会被睡到痛醒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先早一点 去走正规的医疗 你先发现了 其实你这个不是一般的经受伤 你去推的话 那你是不是可以提早做一些治疗 很多东西差半年是差很多的 对 所以其实要做推拿之前 有几个要注意的 因为你可能忽略掉 你可能有感染 你可能有个急性发炎 你可能是根本就是肿瘤 这种东西都是要小心的 所以你有痛感 其实还是要先寻找医生专业的协助 对 好像应该是这样 同一时间我们这个 资料姐高丽菜也炒得很香 稍微炒一下 然后刚刚的蛋皮我把它摆下来 因为我觉得有点蛋香 蛋白质也有了 然后鲑鱼的一个营养 Omega也有 然后把它拌炒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厉害的来了 好 因为呢 这个 调味 好 那这一锅其实我们都是食蔬 没有什么调味 然后酸味来自于番茄嘛 然后放一点那个白胡椒 那我的 我的那个小黄瓜还没放 因为我觉得小黄瓜要让它有点脆口 好 所以小黄瓜这个季节 可以晚一点点的这个 再放 然后因为我是铸铁锅 所以它的叙热效果很好 我先把它关起来 然后我的盐渠 我用这个 好 所以少量 少量 那盐渠你要在起锅之前再放就好了 有点像味噌一样最后放 对对对对 你这个鲑鱼也是最后放吗 然后鲑鱼呢 我就是最后放在我的那个菜的上面 菜的上面 那小黄瓜也是放 要要要 我现在小黄瓜要下来了 小黄瓜你要用整锅菜的余温来拌它 来拌它 对 让它这个表面是熟的 可是里头还是有脆感跟水分的 而且你看我的菜其实没有很油腻 对 但是因为我等一下鲑鱼 鲑鱼有点鲑鱼的鱼油 对 我把它淋上去 它就又有点鲑鱼的鱼油的香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其实它的营养素是有些玄机 我们这样讲说筋骨 包括韧带骨头还有筋膜 它里面所有软组织都是需要顾到一个营养 常常我们讲说你的痛到底是骨刺呢 还是椎筋盘呢 还是说我们讲韧带都很多问题 我们讲说其实在整个筋骨的总个来讲 它的营养素 有几个大概可以提问给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们常讲说一些豆制品 或者我们鸡蛋里面的软磷子 软磷子不要小看它 软磷子其实它对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再生 是很有帮助的 它对我们的肝脏的这个保护 还有我们神经的水翘膜 其实很重要 你在国外他们有些研究 甚至说用软磷子来补充 来改善这个神经退化 包括老年的失智症 那一些脂肪酸来讲 那我们只有在用这个叫鲑鱼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 我们有三脂肪酸里面EPA DHA 对于整个我们不光是抗发炎 而且它里面对我们这个神经膜 那个叫Maline cheese 就是我们神经翘膜 它的再生而且它非常重要 那另外来讲 其实我们很多微量元素 矿物质 心 钙 其实还有鎂 这个都是对我们的肌肉放松 还有骨壳重建很重要 那维生素B 跟C 跟D 跟E 那我们尤其有特别强调 我们那个筋膜 包括在肌肉外面的层次叫筋膜 现在我们认为 甚至认为应该是筋骨的第二大器官 它如果筋膜是我们沾连僵化的话 你很多沾连起来的话 你动就会痛 就好像只有来讲 其实我合理怀疑 你有一些筋膜是有些沾连的现象 所以在我们在维生素C 这个重建再生是有些帮助 我们今天讲久坐太久 当然是跟我们一直强调说筋骨的问题 那我们也刚刚提到一个肿瘤的问题 我正分享一个案例 那是其实一个 一个台湾传统产的一个老板 那他的这个他太太陪他来 就是来给我看 就是因为其实他是在家 他很负责 反正就是上班回到家 就是也不会外出 但他有个习惯 就回到家 他就是不太去运动 然后他喜欢抽点烟 就找一个朋友来打麻将 他这个生活过了大概十年 他太太说他真的很好了 也不去应酬 不去外国外来 但是呢 久坐久的话呢 他就越来越胖 那后来呢 他太太有跟他讲说 他太太跟我讲 他说 我看过健康好生活 所以久坐跟癌症有关 他说不要这么说 我就没在设计 弄这样很简单 就他们有一次 他们去到美加去旅游 就到那个飞机上 才到飞机上 就到飞机 他先回肚子痛 就到厕所里去一排便 哇 雪变 而且雪变 那个雪非常多 下了要死 那赶快出来 然后当然到了那个当地 他们没有兴趣旅游 后来回到台湾来 赶快找我大胆肢肠科技做检查 后来肢肠里面看到一个肿瘤 后来切片 然后整个做断层完了 第三期肢肠癌 第三期肢肠癌 就接受化妆癌 那回来找我们 后来我就跟他分析说 其实在这个世界已经研究 我们所有的这些酒座的问题 跟癌症有相关性的 脂肠癌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一个坐在那地方 你滚门腔通通没动 里面的所谓大肠脂肠里面的 这些食物粪便 他几乎是没法去转动 去那地方 停在那地方 所以他里面的这个毒素 一直刺激肠道细胞 所以听大家 就是说我们在做 除了姿势以外 我们要站起来 运动活动 随时让肠道有很好蠕动 可以降低酒座带来的伤害 那林医师 你们临床上遇到很多 因为现在3C产品发达 低头足多 然后这个酒座足多 所以刚刚讲的 椎间盘突出这类疾病 都有年轻化的趋势 对 其实以前在治疗 在治疗这个椎间盘突出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60岁70岁 这个年纪 就觉得是老人病 对 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 现在3C产品 大家都低头 所以之前就有一个案例 就大概50岁左右 他因为白天公司上班很累 然后呢 而且他又是看电脑 那长期就是 会维持这个前寝的姿势 然后回家呢 放松嘛 看电视 就当那个躺在沙发上 就couch potato 那种姿势 久了久了以后呢 他就发觉 他的颈尖开始痠痛 然后可以跑到这个右手 那麻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 好像在火烧 然后晚上睡觉 没办法睡 晚上睡觉 没办法睡 隔天 他上班就没有办法 那他当然也是去治疗 吃药打针 公庙都去了 那后来一看 以为是那个 人家还跟他说浮水要喝 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弄一弄 还是没有好 附近也做了一段时间 后来一看才知道 那来找我们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看到 这个他颈椎的片子 这一边呢 是这个正常的样子 一般我们颈椎呢 是有一个弧形的 你看他骨头跟骨头 每个他的间隙 就是椎间盘 他每一个缝隙 大概都很好 那你看他的颈椎 就怎么样 握直了 对 后来仔细的在检查 就发觉真的就是 颈椎椎间盘突出症 所以做了微创以后 他生活就好了 那接下来吴老师就要分享一个 这个舒缓的 復健的动作 对 我们常常有些人 会痛在这个地方 就是屁股这个地方 对 那有一些人呢 可能是因为常常翘脚 常常翘脚呢 这个地方 就是造成梨状肌的 比较僵緊 所以梨状肌是什么呢 梨状肌就是我们这个 坐骨神经 要从这个地方 穿出来的地方 如果这个肌肉 非常紧的时候 就会夹挤到这个坐骨神经 所以他痛的位置 就是刚好在 你的屁股的外侧 正中央的地方 那梨状肌做什么动作 他是做这个动作 做往后伸 然后外转 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拉这条肌肉呢 就相反的 把大腿往内 然后呢 把膝盖尽量靠胸 然后这样子拉 这样子拉呢 你就会在这个 这个梨状肌的地方 感觉到一个 酸酸软软被伸展的感觉 有吗 拉到屁股那一条 有绝对有拉到屁股 一定要怎么样 膝盖一定要靠近中线 要往中线 然后呢 往你的对侧肩膀 这边这样拉 对侧的 对侧肩膀这个拉 这样子你就可以 很清楚的 把这条肌肉伸展 那这个是 针对于梨状肌 那再来呢 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颈椎啊 我们常常会滑手机啦 低头啦 上班 盯着电脑 所以我们头都过度的怎么样 往前伸去 然后或者是低头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来做一个 减压的运动 减压的运动就是 做你跟低头相反的 动作 怎么做呢 第一个你把身体先做 做正 像我们的柯师傅这样子做 非常好 做三分之一 然后呢整个身体的重量 放在两个角 再来第二步呢 眼睛平视 眼睛维持水平 第二下巴后收 一定要后收 后收以后呢 第三步呢 往后仰 那这个往后仰的主要动作就是把你的颈椎的椎间盘呢 往前挤回去啊 当你低头的时候呢 其实椎间盘其实是会往后挤 嗯 往后挤就可能去压迫到我们的神经 产生一些神经症状 譬如说痠啊痛啊麻的这些症状 所以我们可以做几下 一天 每一次呢 大概可以做个十五下 嗯 这个是针对 颈椎的一个减压运动 嗯 大概一个小时做个十五次 其实是很好的 哦 再来第二个 我们可以 呃 跟大家分享一个 腰椎的一个减压运动 嗯 腰椎减压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双手 把脖子 抱住脖子 那我们的颈椎就不会动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 把这个手肘往上抬 手肘往上抬 就完全动腰椎 动腰椎 或者呢你可以怎么样 靠着椅背 如果有椅背的话 靠着椅背 做一个后仰 这个伸展是非常 非常舒服的 可以有效的减轻你脊椎 脊椎肩盘的一个压力 有些人这样做一做以后呢 这个腰椎的酸痛 或者是这个 脚的酸麻感啊痛感啊 就会立刻的减轻 我觉得拉的时候很酸痛耶 嗯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平常在办公室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嗯 好 谢谢吴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柯师傅 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对对对 今天是两道菜 但是也可以结合成一道菜 我们先从那个 盖子含量最高的东西开始 我准备樱花虾 樱花虾 台湾的特产 对 只有台湾跟日本才有 我们要做蒜香樱花虾 对对对 那也可以把这个樱花虾 这一道菜来炒年糕 对对对 然后我们樱花虾呢 实际上樱花虾是 对那个蒜头是最对味的 所以我们放一些蒜头进来 那樱花虾本身 它就是一个有咸味的东西 所以你要记得 在做樱花虾的时候 你的盐分的拿捏 甚至不需要加都可以 好 然后我放一点辣椒 这个辣椒是去的指的 那个大辣椒 实际上它没什么辣了 好 然后稍微爆炒一下 好 我们先把这个蒜末跟辣椒爆香 今天准备的材料就有樱花虾 对 那这个待会还有这个蛋酥 鸡蛋 对对对 然后有年糕 有一点肉丝 那这个是白菜 把它切丝 大白菜 对 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于这个肌肉的这个平衡的问题 收到慢慢萎缩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过紧到 紧到你不知道怎么伸展 你之间 你的手 其实是煮不起来的 其实起来你这边是比较舒服的 他可能有颈椎的神经的压迫 他可能有颈椎的神经的压迫 说实话 大部分的病人不会同事 他只有一种病 他可能两个都有 那只是比例上的不同 有年糕 有一点肉丝 那这个是白菜 把它切丝 大白菜 对 然后也有那个豆腐的蛋白质 豆皮切丝 对 然后呢 这个香味出来以后 我们把这个樱花虾 把它放进来 这一堆 这一堆 今天师傅大方 这一堆 待会给大家外带 这一堆不便宜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让它干炒炒香 对 然后就是我们闻到 那个蒜头香气出来以后 不要等到蒜头已经黄了 蒜头已经黄了 你再去炒樱花虾 蒜头变黑 变黑就多了苦味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把樱花虾 你也不要加任何水分 樱花虾就要酥酥碎碎才好吃 我们现在是把它这样拌炒以后 然后呢 再把这个葱花放进来 好 樱花虾本身 它就是已经煮熟晒干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蛮干净的 所以这个其实当小菜也非常好 好 然后呢 我不放盐了 因为我们本身樱花虾有咸味 非常焦香耶 这会你会一直这样一直做 接口 好 这样就好了 就完成了 那现在旁边另外一道菜来 好 这是弄糖菜 弄糖就是人家讲像弄的意思 像弄你的菜 对 就是很传统的宁波年糕 很传统的方式做的一个宁波年糕 所以你刚刚说 其实樱花虾也可以拿下去 对 或者年糕 那也可以单吃当小菜吃 对 对 我觉得你现在进去炒的话 因为它会软掉 因为它就要吃它的脆感 所以我们就分开 好 那我们放进来肉丝 好 酥肉丝放进来拌炒一下 然后呢 红萝卜 好 红萝卜一样切丝 让它拌炒 对 红萝卜在有油的时候进去炒 红萝卜的那些营养素材会出得来 好 好 已经开始了 我要控制你的花虾 我觉得这个给小朋友拌饭 一定都很受欢迎 对 小朋友不会排斥樱花虾 小朋友很喜欢 那我好吃 那就不用再调其他味道 加黑胡椒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下面要有味道 对 这完全是樱花虾 樱花虾 上面的菜 然后加黑胡椒真的很香 而且它有个好处就是 因为我到这里面就是没有水分 所以它耐放 你看它很耐放 你平常不用冰 你放那罐子 随时想吃就可以吃 真的吗 这样弄完不要冰 不要冰 然后呢 现在炒一炒以后 把豆皮也放进来 豆皮 这个是一般我们素食店都买得到的豆皮 然后就把高汤加进来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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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个高汤 待会儿会来喂我们的宁波年糕 对 年糕现在有很方便 就是我们可以买到那种切好的 对 那这个高汤放进去 等它煮开以前 我们把大白菜 大量的大白菜放进来 这个大白菜等一下会缩 所以我们放的那个量很大 而且还会出水 对 这我都不怕人吃 然后先调味 它的调味就是酱油跟醋就好了 好酱油 酱油 然后乌醋 乌醋 对 乌醋加进来 然后呢 那个晚一点加 我们先把年糕放进来 我们把年糕下去煒 对 年糕因为你要用水来让它吃 它就会软化才好吃 我们先把年糕放进来 然后稍微盖锅盖 让它稍微煮一下 我先把它年糕稍微拌一下 好 然后锅盖盖起来 让那个年糕吸一点水 然后它就会软化 好 那我们主套素面请教一下 师傅你好像是做了脊椎手术之后 对 你就有在做复健吗 对不对 我 其实我的复健 你今天还带来你背的那个腰带吗 对 有有有有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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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开完刀的时候 我刚开完刀的时候 24小时以后就 就要这样穿 就穿起来 我们给镜头拍一下后面这边 这里就是在帮助你支撑脊椎了 对不对 让你降低你自己的脊椎手术的压力 然后按照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腰围 就跟拉起来这样 撑着 所以你脊椎这两侧 就是帮你固定住 帮你固定住 那这样的话就要穿半年 为什么我看到这个 我就觉得很像我的孕妇朋友 有些人在脱布袋 这个当脱布袋也很好用 其实它逻辑是类似的 但这是医疗用的 它比以前的铁衣好很多很多 然后穿半年期间 就是不让你那个钉子跑掉 因为我身上有钉子 十根钉子 像我这个 这个是我的第四第五 这是腰椎 那这两个地方是粘黏住 所以这边都有空隙 对不对 我这里已经没有空隙了 而且滑脱 所以钉子是帮你支撑住 先把这个拉开 先把这个拉开 让神经可以动 对 然后因为怕它又弹回去 对 所以就用这几根钉子 把它支撑住 上面这两根是辅助弹簧性的钉子 底下这两根是 那个固定的钉子 其实我这边那个脊椎 那个变形呢 就是刚刚讲的骨刺嘛 全部都刺到刺到刺到这一条神经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手术 都觉得很像那个建筑物的围柔在补墙 对不对 不是 施房前藏在那里 就是真的有一些结构歪的 如果老房子要补墙 对对对 我这个是算补墙 然后刚刚我听吴医师讲说 不要乱动 这有可能会断掉 会怕 这顶还会断掉 就是因为这个应该不是永久保固的 这应该是看人的使用状态 case by case 因为它的骨钉 它的钢板还是会承受压力 对 它有极限 还有你那个骨头 我刚刚还搬一个50公斤的东西 看你那个骨头的耐受力强不强 因为我们骨子会随着年纪流失 所以有时候那个螺丝是锁不住的 所以这个还是跟很多人做假牙或直牙 是同一个逻辑 对 究竟你做了之后会使用多长 使用寿命 其实跟你个人的状况 跟使用状况是有差的 对 有些人是可以使用寿命长一点 可是你刚刚举的案例 就是有人11个月之后 就把它弄坏了 是 所以师傅要小心 对对对 还好我一年了 我一年有点重 我刚好今天是差不多一年 满周年 我去年8月6号去开刀 因为柯师傅穿的背架穿3个月 当你这个 其实这个被这个护具 其实是保护 对 他其实在手术后 因为可能还怕他长得 就是不够稳定 所以他把它 把它保护起来 对 保护起来以后 他其实有个缺点 就是说 这个关节呢 经过3个月不动以后就僵硬了 那第二个呢 这个肌肉 这个脊椎旁边有很多肌肉 也会僵硬 那这个肌肉也会变僵硬 难怪我肌肉会酸 所以现在柯师傅刚刚跟我说 他常常站在那边就酸 酸哪里 酸这个骨盆两侧 还有这个腰的地方会酸 为什么 这个肌肉已经沾黏住了 整个黏住了 而且他的肌肉的力量 也变得比较差了 但我听人家讲就说 因为这个不能常戴 因为你会太依赖这个 因为戴这个的话很舒服 你走路上剑步如飞 你的腰变成 你帮你 人家帮你撑住这个腰 所以你走路剑步如飞 这是很灵活的胖子 没有 我刚刚还看到 柯师傅有个问题 就是说他站的时候 你看肚子是背在前面 所以他腰椎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认为他的腰椎压力 这个地方承受的压力很大 对 他可能下一次要找黎医师了 对 而且他又比手术前胖10公斤 他可能那个负担是更大 所以其实他的姿势 有那个改善的空间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汤汁已经被这个年糕吸进去了 这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 这个刚刚这个蛋酥放进来 然后把这个 我们的樱花香也可以放下去 对 然后这个韭菜 一定要大白菜上配韭菜才会香 然后呢最后再把樱花虾摆上去 这样就完成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柯老大能做的很霸气 可是味道来讲 就是进到里面去 其实大家 你刚才陈一师刚拿两碗 一碗两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这个错过你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 刚刚柯老大这些菜 这个我们讲盖啦 其实一般它的量非常高 那我们常讲这个姿势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追点盘压力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这个表蛮有意思 就是说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一般其实说 你是躺着的时候 腰椎还是中间里面 最后还是有点点 稍微一点的压力 如果以这我们来讲 那二十五来看的话 当你侧躺会压力 多一点点是七十 可是当你直直挺挺的 站好的时候 那一定会再增加一点压力 可是你看到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如果你姿势不是很好的话 你坐往前起的话 它是压力可以增加到 大概六倍到七倍以上 当然如果说你是站了 站没这个姿势没弄好 你是提的重物来讲的话 甚至会增加到大概八倍到九倍以上 所以当我们在醉练盘承受 这么大的压力 它往前凸往后凸往侧凸 都有可能压迫我们旁边的肌肉 或神经造成疼痛的问题 我们讲说醉练盘是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 骨质疏松也是大的问题 我们有个案是这样子 其实那个太太是陪她先生来 那个先生是 她是本来就给医生给诊断 说有骨质疏松 你知道我们男生也是有更年期 男生更年期大概五十五岁以上 我们搞不同 下降之后 我们开始也是有面对所谓更年期 骨质疏会掉下去 那这男生来讲 他本身就是有骨质疏 他的骨蜜大概是-2.7 那当然医生也跟他讲 说你的骨质松要注意一下 那你知道我们在冬天泡澡 是很舒服的 他泡在里面很舒服 就是缓解了血液酸痛 起来没注意到 在浴室跌倒了 跌倒之后呢 起不来了 赶快叫他太太 一送到医院去 腰椎第四节第五节 呈现一个压迫性骨折 然后往后面 把他神就压到了 因为这样子又去开刀 开刀住在两三礼拜 所以我提醒大家就说 其实我们腰椎来讲 脊椎的健康 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假设 医生跟你讲是骨质疏松 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怎么把知识建立起来 把骨质密度增加 那很重要的 而且现在很多网友 或者观众朋友 都可能自己Google当医生 有的时候真的有毛病 有病痛 还是要请教专业的意见 我这个其实今天的主题 是讲酒座嘛 其实今天在跟我访谈 这个酒座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我脑中印象非常深刻 一个二几岁的年轻小姐 上班族 对 她来的时候 就是说 她觉得她怀疑自己 因为 因为她是上班 需要做很久文书处理 要用电脑的 她怀疑自己骨盆歪斜 对 然后她有去给人家 整骨 整那个骨盆 可是她为什么 她觉得她还是歪歪的 然后她想要来检查 那当然这个 这个case 就是就在讲说 她觉得她自己很直接联想 她因为常常久坐 所以坐久了 她会歪斜 而且她觉得她会翘脚 那当然这个case的最后面 是我帮她检查 发现她其实是有点长短脚 对 那长短脚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所以我后来就是帮她 跟她讲说 我觉得她应该是 比较是有点长短脚 影响她骨盆歪斜 那可能你的处理 要往另一个方向走 所以回归到这个久坐之后 你影响周围的肌肉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所以今天盘涂出 真的这些疾病 我们可以借由影像 借由医生去帮你看 那其实很多肌肉的问题 我们会被忽略掉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坐着 久坐了以后 你的腹部其实是没有力的 因为你不习惯 让你的腹部出力 对 你腹部其实是松的 你的臀大肌是松的 女生一定会很有感觉 当你要运动的时候 教练教你 腹部要出力 臀部要出力 你会觉得 臀部怎么出力 我不会耶 对 感觉上我好像没有 臀大肌的感觉 这两块都很松 你都没有再出力 你出力的是你肩颈的 那地方很崩 这个肌肉常常被拉得很长 然后很崩 这种姿势 然后你的宽部 因为常常是弯着做的嘛 所以你的曲宽的这个肌肉 骨直肌这个部分 甚至上我们身体的腰卡肌 都属于收缩很紧的状态 所以你的肌肉有过紧 也有过松 松到慢慢萎缩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过紧到 紧到你不知道怎么伸展 所以其实 有做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于这个肌肉的 这个平衡的问题 你的肌肉平衡没有好 其实你的腰酸背痛 又回归到腰酸背痛 肌肉训练 伸展的问题 这个东西有时候 不见真的是你的椎间盘 突出压道神经 不是真的是你的骨刺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是更需要一个完善的运动 伸展的肌肉训练的 所以林医师 其实现代人 很多人是肩颈的酸痛 那这个可能上班族 或者低头族 或者长期的久坐 这一类的案例非常多 非常多 因为像现在就是 因为大家都很认真工作 所以大部分的酸痛 其实都会在这个颈 肩 那很多人就会以为 它是什么 50肩 那50肩跟这个颈肩痛 其实有时候很难区分 那一般来讲 真的颈肩痛的问题 大部分还是肌肉 紧绷 甚至这个肩膀疾病造成 我们自己抓一个比例 大概跟神经相关的 大概三成 所以原来七成的病人 他只要靠活动 自己改善姿势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缓解 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个案 他就是一样来 就是颈肩痛 那他有时候还痛到这个手 手腕这里 那他的亲友就说 你不是50肩 就是妈妈手 反正就是到处这样治疗 那治疗完当然是没有效果 效果不好 其实教大家一个方式 很好的区别 50肩 你的手 其实是举不起来的 哎呀 现场都可以举起来 都举起来 所以大家都 对 你可以梳头发 可以穿T恤 基本上 大概你就不会说 就不是50肩 但是如果你举起来 你发觉你手的麻痛比较好 那你有可能就是 颈椎神经压迫的症状 两位有麻痛吗 有吗 举起来 没有麻痛吗 比较麻 对不对 比较减轻 其实这是我们一个 一个评估的方式 举起来你这边是比较舒服的 你是比较舒服的 那这个是什么 颈椎 所以我可能是颈椎的问题 他可能有颈椎的神经的压迫 我说实话 大部分的病人不会同时 他只有一种病 他可能两个都有 那只是比例上的不同 不过这个是简单 一个区别的方法 那所以我就说 这个其实可以 给各位观众朋友参考 真的 所以这位太太 其实很多时候姿势很重要 有有有 我现在已经在努力了 而且呢 我现在认真在追剧的过程 也要动一动 你知道吗 因为我发现 眼睛看着match TV的少帅 很帅的一个视野之后 你身体动一动 然后呢 让你的一个经络更发展 为什么 因为现在呢 Match TV呢 八点档 很难得在首播 我们张学良 国民第一公子张学良的 一个人生的一个故事跟转折 而且呢 它很多的一个关键 最重要 它有很多的不为人知的迎面 都在这个故事当中 最重要它现在播出之后 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 好多婆婆妈妈都在追这个局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 但是我们也要动一动 真的 边看少帅要边做 刚刚医生分享的几个 复健的舒缓的动作 好 谢谢自由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 师傅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Mat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同时间暑假期间 健康好生活乐活大方送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我们的QR 加入我们的LINE帐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